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宫廷密室,我是月鑫 阳光明媚的午后,凯特夫妇在草坪上聚会 一家人沐浴在阳光下,都如此的快乐幸福,脸上焕发出光芒 这个时候的小姑主还只有两周岁 脸颊匀嘟嘟的,像个粉糯米团子一样,一头金散散的头发 乖小的继织一枚蓝色的蝴蝶结,穿一身羊乐绒的蓝外套,一身蓝色的小裙子 不知道凯特王妃是不是看了灰姑娘的童话故事 并且爱上了仙度瑞拉的那条蓝色蓬蓬裙 也把自己的女儿打扮成了童话里面的可爱小公主 为了王子蹲在地上开开心心的注视着小公主的一举一动 生怕她摔着了 另一边的乔治小王子也注视着妹妹,手里拿着泡泡枪 对着妹妹,看得出这一家人都很偏爱这个小公主了 让人想到被扫家的小妻,上面有一大堆哥哥宠着 从小就是个可爱的小妞,闷患了一堆人的心 这要温馨的场景啊,其乐融融的亲子氛围 还是得益于凯特王妃 她可能是戴安娜之后进入王室最受人幸福的王室成员了 不叛逆,稳重,能担当大局 跟威廉彼此努力,彼此相爱 营造出这样美好的家庭氛围 相比起梅根的不作不休 卡米拉的为人不齿 凯特的魅力更是体现在她对待家庭的态度和方式上 2020年每日进报举办最喜欢的皇室成员票选 凯特竟然拿下了第一名 这件事情引发了很多人的热烈讨论 果然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凯特这样一位惠姑娘 最终也成为了大家心目中最受欢迎的王室成员 而曾经英国王室中最被爱戴的伊丽莎白女王 现在啊,竟然已经屈居第二 有人为这个排名感到有些唏嘘 说这就是只见新人像,不见旧人哭 当一个人逐渐老去 他的时代也会逐渐被人遗忘 哪怕曾经有过繁荣与辉煌 哪怕曾经有过属于自己的优雅与瞩目 但是最终人生终究会走向一个终点 而时代下一个就会无情地覆盖自己曾经存在过的历史 其实倒也不必这么悲观 每个时代呢都会日薄西山 但是冥冥之中啊也会有传承 于是我们就会看到现在凯特的小女儿夏洛特公主 气质跟女王一模一样 甚至很多人看到她的时候 自然而然就会联想到女王 夏洛特出生的时候呢 不但整个英国都偏爱她 为她把伦敦之眼变成了粉色 而她的哥哥也偏爱她 跟她碰起了鼻子 场面更显温馨 有人曾经拿她跟女王的照片做对比 认为他们长得特别像 尤其是笑容的弧度都是如此相似 不过大多数人认为如果单纯从长相上来看 向洛特长呢还是更像是她的父亲威廉王子一点 她只是在笑起来的时候跟女王有些壮脸 如果说她同时长得像女王又像威廉 那也很正常 毕竟是祖孙三代本是一家 所以故人故事也绝不会被遗忘 因为当崭新的世界画建在我面前缓缓地铺承开的时候 偶尔还会披见几个熟悉的身影 英国王室的血统是非常强大的 有很多祖辈之间的遗传 比如之前大家都说 爱德华王子长得几乎跟女王一模一样 而我现在已经背叛王室的哈利王子 很多人都觉得她没有她哥哥长得帅 尤其是留了胡子以后显得更邋遢 不过她的哥哥早一摊一步早早就秃顶了 颜值也大跳水了 反而哈利王子毛发浓密的模样算是先天优势 哈利王子穿上了一身海军双排扣大衣的时候呢 看着跟她的父亲查尔斯王子年轻时 竟然也有几分相似 总之英国王室成员互相撞脸的情况 的确是非常多的 除了夏洛特之外 可爱的小公主以外 很多人也会关注到凯特王子的大日子 乔治王子 乔治王子一出生的时候 就萌换了全世界的网友们 像一个小天使 金色卷饭和圆嘟嘟的小脸蛋 憨态可居 越是美好的东西 越令人畏惧与凋零 于是大家都不由地体心吊胆 害怕她长大以后 像她爸爸一样长残 这种担心应该是多余的 因为乔治长得并不是很像爸爸 很多人都说她和外公比较像 她的外公也就是凯特王妃的父亲 曾经是一位飞行员 性格比较低调内敛 不怎么出现在龙胸的场合 后来路易小王子出生以后 大家发现了 路易小王子也有一些相似于外公 看来凯特王妃家族的基因比较强 盖过了王室的血统 三个孩子里面 两个都随了妈妈的家族 凯特的父亲现在是一家家具公司的董事 长着标志的欧洲人长相 大鼻子 短髋脸 眼窝比较深 显得眼神深邃 西装革履的模样 气质是妥妥的 看到她 很多人模仿看到了 路易和乔治老年以后的样子 自从进入王室之后 凯特对待公公查尔斯就像父亲一样 在菲利普亲王葬礼上 对查尔斯的安慰和亲吻 也让很多人以为美谈 不过嫁出去的女儿并非泼出去的水 凯特对待自己父亲同样也是很好 有机会也会带自己的孩子回去跟父母团聚 现在看着自家三个孩子各有各的壮脸 都是壮脸优秀的长辈 不知凯特心里会不会感到十分的欣慰呢 接下来是梅根女儿出生后呢 不会参加大安娜雕像的节目是 来也是懒局 2021年6月15号星期二 综合英国媒体每日邮报报道称 梅根马克尔不会在女儿 莉莉贝特出生后回到英国 参加大安娜王妃叼向的节目 皇室专家菲尔丹皮尔称奇 非常欢迎公居夫人将会在未来几周内 飞过来搅局 如果这样 哈利王子也不会回来 此前6岁的哈利一直希望在7月1日 也就是他母亲60岁生日之际 飞回英国参加这个令人痛心的活动 丹皮尔表示 我觉得梅根不再受英国公众欢迎了 他令人和两个年幼的孩子 留在加利福尼亚 他的女儿在6月4日出生在美国 是第一位在美国出生的王室成员 而这个孩子的到来呢 也给了梅根不参加仪式的借口 他还说梅根将会利用自己女儿出生后 用女王的名字命名这件事来拒绝回英国 这可能会被视为是对王室家族的重创 而且丹皮尔表示 如果公爵夫人真的来了 那大部分的注意力呢 就会从大安娜王妃身上转移 这里会在他来之后变成马戏团 本来本应是为缅怀大安娜王妃 而举行的接幕仪式就失了意义 也有一些人表示 哈利可能还是会选择 待在自己洛杉矶的家里 而不是返回英国 本来这将是他在他祖父的葬礼后 第一次见到哥哥威廉 是二者修复关系的这一家时机 自从奥普拉的首次采访 于3月8日播出以来 哈利接受了一系列的采访 据说这些采访让王室成员深感痛心 如果关于孩子名字的争议 也吸引了足够的眼球 也让他们夫妻和王室的裂痕加剧 这些采访让王室成员深谷了一系列的采访